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812集 小凡 我入水后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族人无德 我不会再对他们动侧影之心 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十年以后 咱们再见 张凡死下寻找之时 那水下再次传出了新婉青的声音 但是 张凡仍旧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特殊气息 他望向新婉青消失的方向 正正地出了两分钟神 砖头回到岸上 现在张凡可以肯定 新婉青一定没有什么危险 新婉青没有危险 那么张凡也就放心了 而且新婉青留在这里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一 可以躲避外来的生命危险 第二 也不会再有雪族人跑来纠缠的 我先回帐篷里面换身衣服 然后咱们出发去华南省 去你师父老家 嗯 小双应了一声 张凡换好衣服和小双一起上了大路 拦了一辆自驾游的越野车 花了五百块钱 这车子把张凡和小双送到乌木齐机场 两人买好了华南省青州市的机票 在机场吃了顿饭 乘坐飞机 飞往青州 三小时后 在小双师父的指引下 两人便到了小双师父的住处 小双的师父 住在青州市的城乡结合部 一栋新盖不久的二层小楼里 张凡小双和小双师父三人商量着 今天做一些准备工作 明天便开始给小双的师父发丧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通知小双师父的亲朋好友 而小双所拨的第一个电话 也便是那个 与小双师父接触过的那只鹰鬼的电话 摇摇 话筒里传出第一声盲音后 小双下意识看了眼张凡 等到盲音响过三声 终于被对方接通了 喂 你好 我是姜文的徒弟 有个不幸的消息 我师父 死了 姜文死了 是的 前几天我和师父去江区办了点事 不仅事没办成 还把命搭进去了 我也受了重伤 我师父说 但凡他存在手机里的号码 都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 我希望你能来参加我师父的葬礼 送他一程 哦 明天上午八点 在我师父家举行 我还要通知别人 就不打扰了 好的 亲爱 明天我一定会去的 谢谢 小双 小双道了声谢 便把电话挂了 挂断电话后 小双望向张凡 张先生 接下来怎么办 继续打吧 把你师父的朋友都通知一遍 把这个场景布置完整 以免那个阴鬼来了以后 有什么怀疑 另外 也算是帮你师父送行了 好 小双师父的魂体 正站在张凡的身旁呢 看向张凡和小双的目光里 带出一幕感激了 随后 小双又开启了他的打电话之路 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 小双把江文通讯录里面的所有人 都通知了一遍 有80%的人都表示 会过来调研江文 做完这些以后 张凡和小双便开始购买 丧葬用品 布置灵堂 这一弄 就到了下午六点 两人吃完了饭 就开始休息 第二天早晨八点 小双准时放弃了哀悦 江文的左邻又舍们 也纷纷跑来调研帮忙 达约在上午九点之时 江文的一些朋友们 也都跑来了 开始举办葬礼后 张凡就扮成了同村之人 在外面搭着灶台边切菜 洗菜 不过 他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过门口的位置 他就是在等待着 那只鹰鬼过来 可一直等到上午十点三时 张凡也没有发现 一丝的鹰气和魂气 也就是说 那鹰鬼并没有过来 十一点钟 灵车就要过来 拉江文的尸体 巨王活丧场了 如果十一点前 鹰鬼不过来 那他们这个计划 就算是泡汤了 除了非常不发达的地区以外 其他地方的规定都是很严格的 那是必须要火葬的 跪在棺子前的小双 已经变得有些焦躁 是不是往张凡那边看一眼 但张凡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小双 与小双的目光 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接触 虽然鹰鬼并没有过来 但不代表鹰鬼没有派人过来 如果鹰鬼派人过来了 那张凡如果和小双 总是有眼神交流 那是很有可能 会被对方看出端倪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 很快便到了十一点 灵车 也停在了江文家的门前 这个时候要做的 就是把江文的尸体 从棺材里面抬出来 装到灵车上 装死人的盒子里 就在众人都围拢在棺材前 准备把棺材盖子给掀去的时候 张凡忽然赶到大门口 传出一股魂器来 他的身子不有一阵 不过 他并未立刻把目光投过去 而是望向别处 但是余光 却可以捕捉到大门口的场景 如果那魂器 真的是那只鹰鬼发出的 张凡怕猛地把目光投过去 会惊跑那只鹰鬼 他随意地扫了一眼棺材的方向 此刻棺材盖子 已经被掀开大半 棺材周围的所有人 应该都可以看到 棺材里面的场景了 江文 是在乌木齐一个茶馆里面自裁的 他自裁以后 张凡和小双便离开了 但张凡不可能让江文的尸体 就那么搁着在茶馆里 在回去的路上 张凡拨了李亚文的电话 让李亚文和乌木齐那边的 警察们沟通了一下 去茶馆把江文的尸体给收了 并且暂时放在冷库里面 保持江文尸体的心弦 李亚文和乌木齐那边的警察 沟通得很顺利 乌木齐这边的警察照做了 昨天张凡和小双乘坐飞机回来之时 张凡再次给李亚文打了电话 让乌木齐的警察 把江文的尸体拖运到华南省江文的家里 江文的尸体也是昨天晚上才刚到的 等尸体到了以后 张凡和小双直接把张文的尸体 安排在了棺材里 为今天的葬礼做好准备 所以紫哥的棺材里 是如假包换的江文的尸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